L Channel 嗨 2019年1月20號阿倫即將在台北辦粉絲見面會啦 來見面會可以看到平常在影片看不到的阿倫 並且還有很多阿倫所親自設計的一些周邊在現場販賣喔 2019年1月20號阿倫在台北的大廠等你喔 趕快來報名吧 大家好 我是阿倫 阿倫 恭喜你 今天是2019年1月1號 然後我現在我也是剛睡醒而已 然後不管2018年我們到底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呢 到了新的一年呢 大家是不是有什麼 對於新的一年有沒有什麼期望呢之類的呢 然後我今天就想要來跟各位大家來分享一下 就是我自己在2019年的一些的 就是那種新年對自己的期許 跟自己的一些小願望之類的 然後如果你有什麼新年的願望的話 也歡迎留言在這個影片的下面告訴我喔 好 那首先我的新年 2019年的新年的新展望 新希望是什麼呢 首先呢當然就是即將要到來的就是 2019年的1月20號 1月20號呢我會在台灣辦一個粉絲見面會嘛 我希望這個見面會這一切都能夠順順利利 然後我希望見面會的過程能夠一切都很順利 然後我所準備的一些辛苦練習的一些東西呢 也能夠在當下有好的表現 首先這是我第一個 我很希望2019年的近期的目標 就是我的粉絲見面會能夠順利的圓滿達成 影片下方有一個活動網址 大家可以點進去看看喔 然後到時候也歡迎大家來跟我一起來同樂樂吧 而且到現場呢能夠買到像現在我看到了 身上我現在穿的阿倫T恤 怎麼破音有點破音對不對 新年第一破 新年的第一部影片就破音 對 然後這個T恤呢是完全我自己設計 而且在這個袖口這個 現在因為現在大家可能看不到 在袖口的部分還有一個像這樣 我有做一個像這樣子一個小LOGO在這邊 我是覺得還滿好看的 而且像這樣搭起來看呢也還滿不錯的 大家覺得怎麼樣 然後這個目前是只有現場才有販賣的 有興趣的人可以去報名一下我的活動喔 然後2019年其他的願望呢 我當然還是希望自己的頻道 阿倫頻道能夠越來越好 像2018年其實也是像這樣一切都還滿順利的 穩定成長慢慢的往上升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也希望2019年能夠順順利利 然後也希望能夠讓更多的人能夠看到 我的頻道的一些影片 因為我的影片真的很多都是非常用心的去製作的 所以我當然也希望能夠讓更多人可以看到我的影片 對 然後這是我的第二個小小的願望 然後現在是2019年了嘛 我是2010年的時候來到日本 2010年的3月底的時候來到日本了 所以說我在今年的3月即將就要滿9年了 滿9年之後有一個什麼樣重要的事情要做呢 就是我待在年底的時候就要準備去申請 日本的永久居留權 對 這是比較私人的一個分享啦 對 不過真的是在日本你要拿到永久居留權的話呢 你必須在日本住滿10年 而且在10年之內呢 你必須要5年的上班的經歷 就是你要繳稅 就是你工作要有收入 有繳稅的情況 要5年以上的話呢 你才有辦法去申請這個永住權吧 所以我呢希望呢 在今年的年底那種呢 永住權的申請能夠很順利 這樣子我以後呢 有永久居留權之後呢 在日本比較做一些事情 也會變得比較方便一些 不過呢 永久居留權並不是代表要放棄台灣國際 並不是代表是雙重國際 永久居留權其實就是 也算是其實你也是外國人 只是你有永久居住在日本的權利而已 其實說真的呢 這個還滿難達成的 因為必須你要在日本待滿10年吧 當然那種高度人才那個 我們就先不去算它 在日本要拿到永久居留權 其實說真的呢還滿難的 甚至比你入日本籍還要難 對 可是入日本籍呢 因為你要放棄原本的國籍嘛 所以我是比較不想要朝這方面去走的啦 對 所以我就是好不容易 真的是能夠挨到了 熬到了 熬到了能夠快要可以申請永住的那種階段 所以我現在其實也是有點小緊張小興奮啦 所以也是希望2019年呢 永久居留權的申請能夠順順利利 然後2019年我還有一個小小用就我想要搬家 對 因為其實看到我現在住的地方 其實說真的啦 以我跟小米兩個人來住的話呢 現在這個家非常非常的夠 也很寬敞是沒有錯了 可是因為現在我 因為很常拍一些開箱的東西嘛 然後設備什麼東西也越來越多了 所以其實我還滿希望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小 小攝影的專用的一個房間 因為像大家看到後面這個沙發 其實就是我們家的算是客廳啦 所以我其實一直都是在我們家的客廳所拍攝的 然後如果我在拍攝的時候 等於是小米就沒有辦法在客廳這邊走來走去 這也是有點對它有點不好意思的地方 所以我希望2019年呢 我能夠換一個有兩個房間 至少有兩個房間以上的家 對 這是搬家也是我2019年的一個小小的目標之一 然後至於2019年還有一個什麼樣的目標 就是我希望我的阿倫旅行團能夠順利的成行 雖然說目前還在規劃的一個階段 會從什麼時候開始呢 其實說真的還並不是這麼的明朗 不過我會吵說能夠做出一個阿倫的日本 先從東京好了 比如說東京的日本旅行團開始來製作 所以2019年我希望這個阿倫的旅行團 能夠順利的成行 並且能夠讓所有來 到時候如果有來參加這個旅行團 都能夠感到滿意 然後2019年還有一個什麼樣的目標 要跟我對自己的期許呢 雖然說這個可能也不算是一個目標啦 就是很希望能夠跟小米有屬於 我們兩個人愛的小結晶 對 雖然說目前是還沒有 有好像一定會告訴大家 但因為我們兩個都很喜歡小孩 所以說其實呢 就會一直去想說 如果有小孩的話 我們的生活會是變得什麼樣子啊 可能你接下來 對 剛才有講到如果要搬家 然後搬家的話可能也要想說 以後如果有小孩的話呢 家裡面可能會需要有什麼樣的空間 是要給小孩的啊之類 我們就會常常會去討論這些事情 所以2019年能夠 希望能夠有好消息 可能能夠通知大家 這也是我們2019年的小 算是小心願啦 不能算是目標 算是一個心願 還有2019年我希望能夠再更 更加的去很多不同的地方 拍各種有趣的影片給大家看 像是我現在目前 因為我工作在東京的關係 所以我其實目前的大部分的活動範圍 都還是在東京都 東京都內比較多一點啦 然後希望未來呢 能夠有越來越多的時間 有越來越多的計畫呢 能夠走出東京 能夠到日本的各個地方呢 去帶大家去看一下 日本的每個地方的美麗的地方 跟每一個有趣的地方 是長什麼樣子的 這也是我覺得 因為畢竟我在日本嘛 所以說如果能夠先暫時替大家 先去當個開路先鋒 去看一下各種地方的話 我覺得也是還滿不錯的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留言告訴我一下你的想法吧 好 然後最後的一個小夢想 小目標呢 其實就真的是希望呢 2019年呢 把我的頻道能夠發展越來越順利 剛才其實也有講過 然後我的目標呢 是希望在2019年年底之前呢 我非常期望自己的頻道 能夠達到50萬訂閱 對 因為我覺得 因為像我這種類型的頻道呢 其實說真的你要快速成長 其實是不太可能的 畢竟我是比較屬於分享一下 其實有一點算是那種 自己的生活再加上自己那種旅遊的一些 分享 其實這種類型的頻道呢 並不會說成長得太快 除非你長得非常的帥 或者是 或者是那種鮮花配綠葉的組合呢 可能也許會比較 成長會比較快一些 然後像這種 像這種三十幾歲的大叔的頻道 要成長得快真的不容易啊 對 沒有啦 不過呢 我還是會秉持一下 我自己做頻道一開始初衷 然後就是慢慢努力帶給大家一些 可能你們平常不知道的姿勢 或是你們沒有去過的地方 我會帶你們去看之類的 然後希望呢 我的頻道能夠越來越好 在今年年內呢可以達到五十萬的訂閱 這也是我今年的一個小小的心願 跟小小的目標 請大家一起為我加油吧 好 那我的2019年的目標呢 大概就是到這邊為止吧 我們目前想到應該是這樣 然後你們對於自己2019年 又有什麼樣新的目標呢 歡迎在這個影片下面留言告訴我喔 好啦 那今天的阿倫頻道呢 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阿倫頻道呢 主要是在分享我在日本的一些 所見所聞啊 還有像是我有些 平常會碰到一些事情的分享 一些旅行的一些介紹啊 一些影片的一些 什麼知識的導覽之類的 有興趣的人歡迎來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按下小鈴鐺 來追蹤我的第一手的影片資訊喔 還有呢 這邊呢是我的Facebook粉絲頁 還有我的IG 大家可以追蹤一下 還有這兩邊是我的其他的影片 有興趣的人不妨點進去看看 それではまた皆さん 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大人を開けましでおめでど 2019年大家也請繼續繼續 2019年也請大家繼續多多指教囉